声声不息第二轮独唱金曲对决 林晓峰终于等来了个人solo机会 没想到阿楼居然遇到了大魔王级别的叶倩文 像极乐送分局 林晓峰对战叶倩文 李克勤心理辅导戳中笑点 你跟林丹打羽毛球有压力吗 李克勤也是狗王 正所谓逛脚不怕穿鞋的 输了也不丢人 带着这种心态去唱歌 气势上就赢了 披荆斩棘让大家认识了一位宝藏大叔 不过年龄最大的新人歌手有点惨 连续两次被乐队组合连累 首次代表男队solo 结果却对上了大前辈 不得不承认 叶倩文绝对是华语乐坛颠峰唱奖 一曲凭着爱唱出了人生悲欢离合 稀稀品味 后进十足 百味沉杂莫名其妙就听哭了 叶倩文送给妈妈的歌 虽然是私人情感 但是 Sally姐却唱出了人间大爱 叶倩文心意开洒 最正宗的岗位扑面而来 瞬间把听众带入她的故事之中 六十岁的Sally姐宝刀不老 胸腔共鸣的唱功 好听到恍然如梦 技术服务感情 心中有爱 情怀不老 叶倩文的歌声 自带最浓郁 最真挚的意境 绝对是年轻人唱不出来的情感牵绊 满满都是感动 Sally姐风神级别的舞台 林晓峰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没想到 李克勤的心理辅导很管用 调皮队长很称职 林晓峰紧张到手心冒汗 李克勤却假装嫌弃 挖损失安慰 没有关系 你跟林丹打羽毛球有压力吗 放心去唱 我们等着看奇迹 李克勤的玩笑话 像极了一记强心针 能跟歌坛大前辈同台battle 这种机会太珍贵了 输了也不丢人 摆正位置 放松心态 留下好作品才是关键 其实 林晓峰的舞台很值得期待 阿欧带着最真实的回忆 以歌继琴致敬张国荣 永远的歌不又一次在舞台上有声 林晓峰毫不犹豫选择了 张国荣的经典今生今世 因为这首歌是阿欧人生中第一部电影《金之一夜》的插曲 林晓峰虽然在剧中扮演一个小角色 但是张国荣很照顾晚辈 甚至让阿欧大彻大舞 演戏就是做人 难怪哥哥能成为永远的传奇 林晓峰站在云雾中唱歌 自带故事感的音色 莫名有一种恍若格式 四人归来的神秘感 阿乐对张国荣的敬意和思念 真挚又感人 林晓峰的魂厚中低音太有质感了 魂想效果满分 搭配上朦胧灯光 敬意又怀旧 低声浅畅 情与异的结合几乎完美 特别是最后一幕 林晓峰伸手望向远方 哥哥在云中生生不息 谁能顶得住 暴风突起 瞬间破防 不过 对手过于强大 比分接近等于赢了 而且 林晓峰喜提蓝队最佳金曲 虽败有容 可喜可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